我说我告诉你,你们恒大真大过了,但肯定恒不了 你们现在这2万亿的借款当中, 你这种资产和你未来要交的房当中是多少比例呢? 是70万分比例 你拿70万块钱换回来一块钱,你上哪拿你的70万块钱? 你上哪拿去?你骗谁呢? 他说我们现在有金融机构,只是我们贷款 我说那你就继续再把这个庞氏骗局泡沫再税大点,无非找第2个吗? 那你也不可能解决70万和比1的泡沫 但他又来了一句 郭先生你不知道,我们现在最近又融到了45亿 从各地的商行金融机构 我们做长了这个过去老贷款延期,他又给我们增加了新贷款 这是重点兄弟兄弟 你们但凡在国内搞个金融票去做个房地产,你就懂得 这是玩谁呢?玩老百姓 这个就很多过去,我欠你的钱 我欠你现在小王子的钱 我欠你100万,你找我,我还不了了,我快完了 但是小王子那里商量一下 我让你的报表今天过年的好看 你能不能再借给我300万 然后呢,你的报表也好看了,又增加了300万 但我用谁来借呢? 我给安平好,我叫安平出名 担保转来转去,搞了个假票剧 你没要到100万,你要到300万的账回去了 兄弟兄弟们,你这种险恶,这种悲剧 只能在中共国发生 我相信阿富汗也发生不了 就是徐家印到这时候还这么干 然后房地产 现在市场流通的房子 全国各省市不允许 房地产管理部门 房管局 公报所有的 下 今天卖了100套房 后边最低的二套房价格不能公布 你就这么忽悠老百姓,你说这个国家还了得了吗 继续造假票剧 庞石骗局 大家视作不见 第二 便宜的房子不能公布 第三 不允许你破产 要等着党过完奥运会来破产 最后谁为这买单呢 政府不生产一分钱 没有一个国家政府的生产钱 这个钱都是谁拿呢 老百姓拿 兄弟姐妹们 从此可见 共产党接下来的 所有房地产的崩盘 金融的崩盘 它不是一般的崩 我们没有办法能拯救任何人 但是我们绝对要像过去五年一样 我们要提前告知 我们让所有人尽可能的知道 这个雪崩的时刻到来 能救一个世界